截下平面新闻截图并卸下我等这一天 等很久了被称为地表最强里长的陈永和 在脸书上抒发心情 而被问到为什么会这样预言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陈永和指出台南龙旗与牛浦二十多年来 之所以无法发展 就是因为当年陈塘山引进龙旗掩埋场 本来说是要解决中小企业废弃物问题 却演变成设置大型的废弃物掩埋场 不顾台南的好山好水 他挺身而出 极力阻止却遭武情谩骂 当年他说出真相 但很多人都深信陈塘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认为他在无地放逝而在看看陈永和的脸书照片 和乡民礼民互动合照 省根地方也获得地表最强里长的称号 在乡里间颇受欢迎 还曾竞选角逐台南市市长 而这回谈到陈塘山说会 他言语间气愤难平 地表最强里长开炮 他认为陈塘山50万元交保 定罪与否得要交由法律处置 只不过绿营草根里长 这回炮火怒红自家前立委陈塘山 无奈感叹这群政治人物都只会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这回总算是爆除收贿 陈永和金表示总算还了他一个公道 记者黄明志万川台北报道